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天文分叉,人文又有折断 感情上是有一些波折犯情商 事业线从前宫的位置往上走 容易得到异性的同辈贵人帮扶 而事业有成 这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事业线 从前宫的位置出发,也就是大概月秋的位置 月秋主要是主管的区域 是异性缘分 包括它人文尾部 如果是出现往下垂垂的月秋 这里有分叉 那么这个也是容易犯情商犯烂桃花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典型的木形的手掌 非常的轻贵 非常的有气质 但是比较孤旺 有斜向上的纹路 从小指的下部穿过天文 像这种 穿过天文是不利情缘的 而且同时穿过天文人文不利情缘 不利婚姻 如果是说人文的尾部又有飞花文 像这种有飞花文 那么这种容易犯烂桃花 犯情商 天文和人文平直 没有什么糊涂 做事容易冲动 直来直去的 喜欢硬来 那么天文人文尾部同时有分叉 那是不利情缘的 双帝文 双帝文的人呢是命运可亲人 适合 离家外出发展 包括这个 这个也是天文尾部 交合人文是不利情缘的 看见没有 天文的尾部 交合到人文了 这个是不利情缘的 手上而且有棺材文 并且事业线有这个折断 在折断处呢 又有一个棺材文 这个是这种在事业上的波动 事业上的波动 跟感情是有关系的 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事业跟感情是有一些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天文是副事业线 我们看这个是折断 这个是之前讲过的案例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概是28到33岁 这个年龄阶段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后半段 它是在上方 后半段这个事业线在上方 说明过了这个坎后期的这个上升运势 这个感情运势和事业运势都是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第一眼 就是看这个手相 首先看就是文乱如麻 运势波折阻碍多 人生起伏大 那么七色比较晦暗 说明近几年的运势不佳 凡事呢多不顺心 这两个手呢 就是说缺点呢 都有 那么说明了 这个两种特点都有啊 这个一个气色 一个纹路都比较 比较差一些啊 手型还是还算是可以 那么所以 从这两点来看呢 这个是前期的运势非常不好 多波折多阻碍 事业才因 因缘皆不利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